大家好 在开始讲之前呢 先说两个事情 第一件就是特别感谢两位小伙伴 之前呢 我画家闻那个事啊 你们应该还记得啊 当时我美好的愿望被你们给无情的扑灭了 后来呢 我在视频中也说过 然后呢 就有两位小伙伴看到我的委屈之后 就分别主动为我设计了家闻 你看人家专业的就是比咱强 然后呢 我就问两位小伙伴 他们是想听什么人物 那我就给他们安排 就想来报答一下 结果呢 这两位都分别表示啊 不需要 我讲啥 他们就听啥 我内心啊 非常感动啊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对吧 人家给我费尽巴力的设计了图腾 然后还不求回报 你说找谁说理解 我呢 也会将两位小伙伴的idea给记下 等咱们的频道发展壮大了呢 找机会感谢一下两位 当然呢 还有好多小伙伴啊 也在这件事上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比如说你怎么画好看呢 是吧 让我参考一些这个作品 在这里呢 统一感谢你们啊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无以为报 今后只要大伙喜欢听我说故事啊 我就会一直做视频 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兴趣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关于这次视频的投票 有史以来第一次啊 咱们两个平台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那咱们就按照总票数的多少来定 很显然呢 这个咱们B站的投票参与啊 不是很活跃 所以呢 这次是景一执政胜出 那么想听与许多秀佳的小伙伴 也不用着急 咱们下期就讲它 我尽量啊 看看能不能早点更新 好的呢 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景一执政生于1561年 出生在远江国景一古城 小名虎松 他的父亲啊 是景一家第23代家都景一执亲 景一家乃远江国人 世代在景一古领地耕耘发展 原新的景一家纯属于东海道第一宫取金川议员 可是就在虎松出生的前一年 金川议员在统辖间被值钱信长淡死 景一家当时的家都景一执胜 也在战斗中身亡 虎松的父亲这才接任家都 可是好景不长 金川议员去世后 他的儿子 醋菊王金川世贞就上位 世贞才能平庸 无法掌控强大的金川家 于是这些原先衣服于金川家的势力 就开始蠢蠢欲动 而景一家也不例外 开始与慢慢抬头的德川家康接触 当时还叫松平元康 我要不说他当时叫什么呀 留言里边肯定又有人要叫唤 当时不叫德川家康好吗 我承认你学问最大好吧 结果这景一家与德川家康的暗通 遭到了家臣的告密 这个人就是景一家家老 小野道好 这个小野家历来有告密的传统 虎松的爷爷景一直满 也是因为小野道好的父亲 小野道高的告密 而被勒令自杀 1562年 金川世贞得知此事后 命令景一执亲 亲自前往郡府城当面解释 结果执亲在前往郡府的途中 就被世贞的杀手刺杀 也就是说呀 虎松的爷爷和爹 都是被小野家给害死的 父亲执亲死后 虎松的曾祖父景一直平 暂时复出主事大局 可是在第二年呢 直平就在作战中被毒杀 因此这家中的男丁 就只剩下两岁的虎松 由于虎松过于年幼 并且受到父亲方面的牵连 就无法接任家都 于是前代家都 景一之圣的女儿 从寺庙还俗 取名景一之虎 以先代家都之女 和当代家都之未婚妻的身份 继承景一家 成为了战国时期 有名的女领主 有个魂名叫女帝头 说到这儿呢 大伙可能有点乱了 给你们看一张图就明白了 景一之圣和虎松的父亲 景一之亲 是堂兄弟的关系 执虎和执亲呢 是叔侄关系 由于当时景一之圣 没有儿子 只有执虎一个女儿 于是呢 便计划着将执亲 作为续养子 继承景一家的家都 这兄弟俩的年龄呢 相差近三十岁 执虎和执亲呢 也就定下了婚约 可是咱们说了 执亲的爹啊 被告密谋反 因此呢 就牵连了执亲 所以执亲 长期流亡在外 长达十一年之久 在外期间呢 执亲已经娶妻 就是虎松的生母 所以当他回到景一家的时候啊 与执虎的婚约就无法实现 而执虎啊 也早就出家了 这说起来呢 完全是近亲结婚 即使是在那个年代 也非常近了啊 执亲和执虎的关系啊 仅次于亲叔执 很显然呢 这一看就是特意安排的 为了家族的传续 也因为曾经有这么一出 执虎才能以女儿之身接任家都 他不是继任 他是以执亲 魏王仁的身份 继续管理景一家 但实际上他就是家都 也就是说 虎松的表姐 成为了自己的义母 执虎也把虎松 收为义子 可是啊好景不长 由于金川时的追杀 虎松和生母 只好出逃 期间呢 虎松随母亲改嫁 松下清景 因此也改姓松下 1575年 此时强大的金川家 已经成为过去世 而追随大魔王的德川家康 如日中天 于是景一族人便决议 将14岁的虎松 托付给家康 以用来稳固景一家 与德川家的关系 据说当天 家康正在外出放鹰 早就打探好的虎松 倒持的干干净净 板板正正的 在猎场等着家康到来 当家康狩猎到此处 见到虎松的时候 立即就被这个帅气的小伙子 给吸引住了 于是呢 就上前问话 虎松立即表明 自己是景一直亲的儿子 当年我爹 就是为了跟你暗通 而被金川家诛杀 自己这些年也是颠沛流离 家康一听 就忽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也长得这般白景 也是被金川老贼祸害过 于是就产生了共鸣 当即家康便将虎松收为家臣 并且授予三百代的俸禄 家康越看这虎松越喜欢 心说这孩子也是因为我的关系 而如此遭难呢 于是就对他说 孩子你有啥心愿都跟叔叔说 我给你实现 虎松讲 我们景一家这些年呢 一直飘摇不定 都是那小野家害的 我跟小野道好 有世代家仇 只要叔叔您给我把这事办了 我啥都听您的 家康说这好办 以我现在的诠释啊 捏死他小野道好 就跟你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这说笑归说笑 这家康呢 论起来啊 还真是虎松的叔叔辈 家康呢正是 是景一家的远房亲戚 跟虎松的爹景一直亲 是平辈 家康啊 算是虎松的姑父 后来这家康不仅将 小野道好一众奸人处死 还将自己的小名赐给虎松 名为万千代 自己小名叫竹千代了 同时允许万千代 恢复景一姓氏 正式成为景一家的继承人 此后的万千代 中心服侍家康在第二年 也就是自己15岁的时候 进行了出阵 跟随家康与武田家战斗 并且取得了不少战功 甚至万千代为了保护家康 亲自斩杀过刺客 1582年 万千代元府取名景一执政 并且迎娶了家康的养女 继承了景一家家都之位 非常受到家康的信任和重用 执政在元府当年 陪同家康一起去面进信长 结果不久就发生了本能四肢变 家康本来在老大哥的后院里游山玩水 一下子就变成了在敌人门口左右横跳 身处危险的家康 在服部正成的安排下一路逃回三河 而执政也一直护在家康左右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功高莫过于救主啊 于是家康为了表示对执政的信任和奖励 赐给执政一件用孔雀羽毛编制的与之 并且将从武田家收编的赤贝队交给了执政 这个举动甚至引来了很多家臣的嫉妒 德传家众臣神员康正 甚至扬言要与执政干一架 因为这武田赤贝在战国时代 基本就代表了最高的战斗力 这是任何一个武将和大明都梦寐以求的部队 自己能统帅这种部队 不仅意味着自己的能力得到肯定 也是主攻对自己极其信任的表现 也因此 咱们在B站的粉丝勋章就叫做赤贝军 执政在得到赤贝之后果然不负家康所望 据说执政治军极其严厉 对触犯军法的士兵绝不姑息 很多士兵和家臣因为执政过于严厉的风格 都发生过出逃事件 然而这支部队并没有因此而支离破碎 反而是在执政的率领之下不断强大 成为一只名副其实的禁驴 在1584年的小木长久守之战 景一赤贝第一次登上战场 在这场家康与猴子对决的大战之中 执政率领其麾下赤贝 直接干掉了猴子大将池田恒星 和他的女婿三长可 池田恒星是池田信长手下肃老 就是家中比较有经验和阅历的老臣 是有资格出席青州会议的 四位池田家老臣之一 虽然最后家康向秀吉降服 但是秀吉也对执政这次作战 给予高度的评价 传说执政在战场上非常勇猛 身着一身赤红色的铠甲 经常身先士卒 率领部下冲锋陷阵 而且执政在作战的时候 一直戴着自己的头盔 天充鞋利兜 头上那两个夸张的脚 其实是可以摘下来的 一般的武将们上战场 都会将头盔上的利物给摘下来 带着他们 一是不方便 二是目标太显眼 敌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往往这些夸张的装饰 都是给友军看的 或者是不上前线拼杀的时候带着 表示自己的身份 可是执政却不是 不管是冲锋或者在后方指挥 他一般都不摘 就是为了鼓舞士兵们的士气 这样一来 他在战场上就特别明显 经常受到敌人的重点打击 同时加上他舍命的作战方式 搞得他经常受伤 有点像三国时期的周泰 而另一位德川家的大将 本多忠圣正好相反 一生在战场上驰骋杀敌 却从未受过半点伤 由于执政明显的特点 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斗力 人们给了他一个称号 叫赤鬼 在后世与九井中赐 本多忠圣和神元康正一起 被誉为德川四天王 执政是四天王中最年轻的一个 然而有别于其他三人的事 执政不仅武功赫赫 在外交谈判上也颇有心得 他曾经多次代表德川家 与其他势力交涉 并且只要是他参与的外交活动 基本都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由此可见 执政真乃文武双全的南德两将 1590年 执政跟随家康参加小田园征伐战 面对的战国第一奸程 执政率领其麾下赤背成功突破对方防守 成为第一个攻入敌方阵内的将领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 封臣方的部队迅速将小田园城包围 从而使这座南宫不落的城池降服 战后猴子称赞执政为攻入之首攻 此战也使得执政和他麾下赤背明动天下 紧接着家康被移封关东 执政获得上野国基伦城十二万弹的领地 而四天王中的其他三人只有各自十万弹 执政位列得穿众家臣之首 1600年官员执政打响 此战对于老乌龟家康的重要性 这里不再多说 当时的家康带着一帮人准备讨伐越后上山景圣 结果半路上听闻十天三成于西边起兵 于是家康决定折返与三成决战 据记载执政也极力觐见 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希望家康能回师争夺天下 最终在当年9月15日 东西两军在官员布阵 然而此时的家康却比较尴尬 因为自己的儿子德川秀忠 在行军途中被真田姓村爷俩 伴在了上田城 所以德川家的主力缺失 身边只有一众投靠自己的封臣家武斗派 向辅导政则黑田长政这些人 但是战事迫在眉睫 不开战自己就要陷入被动 于是家康没有办法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就让辅导政则作为先锋 然而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即使赢下这场战事 那么封臣家的这些旧臣 也会拿去至少一半的功劳 今后对于自己统治是很不利的 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等于说老乌龟是仗着人家的力量取得天下 可是这也怪不得别人 谁让自己的儿子那么不争气呢 就在这两难之际 执政看出了问题 他本身作为前线的监军和指挥 与家康的四子松平中吉 一起列阵在辅导政则的北面 松平中吉是执政的女婿 这两人手下的兵力 差不多有七千人 也是可以作为先锋出击的 然而如果自己发动冲锋抢弓 确实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那个时候武将们都争着做先锋 因为不管胜败这都是一件值得赞扬和炫耀的功劳 甚至经常发生因为争抢先锋之功而火并的事情 也因此呢 在部队出征的时候啊 家康就搬下了军阀 如果有人争抢一定的先锋 就要处以死刑 也就是说 执政这个时候抢先出击是要掉脑袋的 更何况面对的是福岛正泽这个脾气暴躁的二百五 然而执政与家康之间的军臣默契让他明白 即使掉脑袋也要抢到这次先锋 毕竟啊 是关乎到今后德川家和郑家臣的统治地位问题 于是聪明的执政就带上女婿松平中级 和一小部分士兵往战场方向前进 走到半路 被福岛正泽的大将可尔财藏发现 财藏拦下二人大声呵斥道 此战使我福岛家为先锋 任何人不能抢功 执政指了指身边的松平中级讲 这位是家康公的四子中级殿下 因为啊 他是第一次上战场 我奉命陪他观摩战阵 积累经验 财藏一听 又看见确实就带了一点人马 于是就放行了 结果来到战场的执政 立即命令士兵向西军的于喜多秀家部射击 两军正式交火 福岛正泽发现后 又气又挠 但是仗已经开打 自己只好赶紧下令冲锋 希望通过死战以抢回功了 这就是有名的官员一翻枪事件 后来呢 执政给出了解释啊 是在前线遭遇了敌方士兵 不得不开枪 而且当时啊 执政在挑起战火之后 确实马上就折返了 毕竟自己带的人太少 因此这福岛正泽也没有找他的茬 两军开打之后 执政护着松平中级迂回到侧面 随着小早川先生的叛变呢 东军很快就掌握了战场形势 这个时候执政发现啊 前方有一伙人马 个个如狼似虎正在发起舍命的突围 来人正是九州的鬼师慢子 倒进一红 倒进一红在整个战斗中一直按兵不动 直到败局已定 才发起舍命突击 就是为了证明 也不是软弹 东军这边的人 一看这帮兔崽子 一个个谁倒我弄死谁的样子 纷纷必让 正所谓穷寇莫追啊 反正战争已经胜利了 何必跟流氓过不去呢 但是呢 执政一看不行 这小子太嚣张 我警衣吃鬼也不是盖的 咱看看谁是真正的鬼 于是就下令向岛军部发起追击 执政将一红的侄子 岛军封酒击杀 但是自己却被岛军家的铁炮击中 重伤坠马 人们赶紧将执政救起 执政跟手下的人讲 咱撤 这孙子咱惹不起 于是就回到了本镇 战后 家康并没有惩罚执政抢攻的行为 很显然呢 君臣二人默契十足 反而是对执政赞许有加 将十田三城的左河山城赐予执政 由此可见 三城之于秀吉 便是执政之于家康 而执政也并没有因此次受重伤而休息 反而是拖着病体 为家康与战败的大名和武将交涉 为战后的善后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最终由于积劳成疾 身上又积累了太多的伤病 于1602年战伤复发 感染破伤风 不治而亡 享年41岁 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在执政去世后 他的次子景一执孝继任加都 并且重新营造了严根城 作为居城 此后在江户幕府掌权的两百多年间 景一家一直尽心侍奉德川家 总共出现了五位德川家的家劳 由此可见 景一家在德川家的重要性 而景一家也从外样大名 转变成了普代大名 好的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 下期我们接着讲于喜多秀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